3月22被松的说 我们是在北京市的疾控报道里 我们是有一号的 我们是七十几号也不是几号 这次是因为什么 这次因为上一次的军队复阳 你别说我来说 然后呢 复阳外以后根据疾控 留到意见 盖楼进行封控 今天是您记录了吗 今天是北京 北京时间5月19号的 凌晨几点 34分 我们到今天才知道这条信 没错吧 没错 没错 那是谁的问题 当时 当时就是封冲局 跟那个不够告军 没有 没有正式的 听我说 听我说 你们只告诉我们是高危人群 我们到今天 你武装部长姓张是吧 对姓张 张师傅 我今儿才知道 我是为什么被封的 张师傅 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解决 你告诉我们的 没问题 好 我们是第几例啊 北京市有一个一到一千多 现在已经一千多了吧 我们是第几例啊 不好意思 这不好意思 我还没 这 不能出来 很出来 我还是没有 你是社区的吗 身份我们合适了 这身份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我可以接着问 行吗 身份可能没问题 它是第几例啊 这我还这么记得 没完事 这个问题完事了 你点在说什么了吗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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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 凭什么被划定为封控区啊 按照疾控判定的 咱们退回到第二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很矛盾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哪一例 这个问题你要先解决我们 我只是知道 他是确定了 某个人 某个人 我们不问他是谁 他用本来是13C的 北京市的时候 做好做好 这我确实是没记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封我 但是我确定的是这个人是在咱那二号楼里面啊 二号楼里面因为他复阳啊 复阳完以后 根据疾控判断以后 好 好